上期D计划攻略完了奇遇线 而本期就是第四季的大结局了 大家好,我是全书 D计划的下一个对手是慈城县朱波山的紫色暗影车队 这个队伍里有两个传奇人物 开GTR34的油门高手神之角星野好造 和开S2000的转向高手神之手程导俊野 程导是个医生,星野是个建设业者 他们两个是多年的好友 在紫色暗影成立初期 这两位前辈给了晚辈们不少建议 而这一次面对D计划的挑战 两位前辈竟然决定亲自应战 另外紫色暗影和东堂鼠也算倒对手了 两边的车手经常会在职业赛和交流赛里相遇 东堂对星野和程道的车技十分钦佩 在得知这两个人要迎战D计划之后 东堂就让九景和大会去观看学习 剧情主要安排这两个人去做一部分解说 另一边拓海和阿设又见面了 拓海感谢阿设之前给自己的建议 他最近终于开始理解要如何开86了 阿设表示你这神的语言凡人听不懂啊 这里简单理解就是 拓海之前主要靠直觉和经验开车 而现在会开始思考 要用什么样的配置和策略 才能攻下一条陌生的路线 接着剧情来到练习那天 和之前流程不一样的是 两届亲自带着拓海和旗届过去交涉 他们还非常有礼貌地表示请多指教 这让程导和星野有点差异 毕竟D计划的主页看上去比较悄张 程导和星野因此很欣赏他们 于是这两个人就决定要玩得开心一点 他们等于是间接放水了 随后练习开始 这次D计划都开了一辆车 里面除了轮胎之外 还有一台用来在赛前侦查路面的踏板 车手可以用它更细致地感受路面情况 练习期间松本海发现 拓海对调教也慢慢有了自己的想法 接着星野开始放水 他去找自己的对手企介说 你又年轻又帅一定很受女神欢迎 我年轻的时候和你一样 虽然现在中年发福肚子又大 不过这样的情况追到妹子才有意思 你要好好珍惜年轻的时候 企介天丸周的表情是这样的 当然这些都不是重点 星野想说的是 能否把单纯的上坡赛改成上下坡都有的混合赛 山路本来就是有上坡有下坡 他更喜欢追求的是整体的平衡性 旗介当场就答应了 他也想展示一下自己的下坡水平 另外段话里星野想先比他这一场 漫画里则是拖海而成岛先比 梁介听完之后有明确表示 这个条件对旗介来说太有利了 有本事提出这样的条件 对方果然是强者中的强者 听到这里旗介瞬间难起而斗志 那天晚上所有地计划的成员 都感受到了一股无形的压力 说明下如果只是比上坡的话 旗介基本是没有机会赢的 而且很有可能一局就搞定了 隔天早上 梁介要旗介和拖海去民宿休息 因为那里有空调可以休息得好一点 这个时期已经是夏天了 所以天气会变得非常炎热 在民宿的时候拖海很快就睡着了 接着时间来到傍晚 旗介和拖海分别其踏板正常路况 旗介只用了15分钟 拖海则是更久一点 他特别去看了排水局还要入圆 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出 拖海确实跟之前的比赛有点不一样 他正在思考自己所能利用的条件 随后时间来到比赛前 老样子先抽一些细节和插入的剧情来讲 一 随着地计划越来越出名 梁介已经不在主页预告比赛时间和地点 毕竟观众太多也不好 部分观众是通过粉丝网站得到了情报 顺带一提观众里还有 莫福组合特别演出这个小彩蛋 他们几乎包揽了整个系列的OB1D 二 朱博山的路线直线少 弯道非常多 甚至还有不少连续型的弯道 三 星野个人非常喜欢GTR 他曾经有过四辆GTR 认为比较失败的是GTR33 所以他当时买完之后又卖掉了 而他今天用来比赛的是GTR34 让酒井印象最深刻的是 星野曾在主播赛车场的最后一个弯道上 用GTR32由路口飘到了出口 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之前说过GTR是前置四驱 它的那个智能四驱系统 一般情况下是只靠后轮驱动 当检测到车身打滑或不稳定时 才会向前轮分配动力稳定车身 这种情况就会阻止飘移 所以星野当时的飘移才会震惊大家 东堂也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这神迹一般的踏板操作 也是星野被称为神之脚的原因 另外星野在开车的时候喜欢自言自语 这主要是为了分散一下集中力 如果开得太专注 那他有可能会因此失去冷静 而做出一些热血上头的行为 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来看比赛剧情 比赛第一局是星野先行起劫后追 山顶会有一个折翻点的三角锥 星野选择先行是想一局结束比赛 他知道自己车重拖不了太久 成岛还要提醒他不要中途放水 另一边梁界非常罕见地给了旗阶建议 那就是在上坡前跟对手保持7秒的距离 太多或太少都有可能失败 随后比赛正式开始 星野上坡时就冲得很猛 旗阶感慨车身这么重 竟然还能开得如此敏捷 他原本对改装后的FD是有点欣欣的 但现在看来确实还是有差距 所以才说没有下坡赛 旗阶这场基本赢不了 接着星野开始自言自语 R34解决了之前R32的转向问题 刹车和转向都变得容易操作 不懂车的人一有钱就喜欢开奔驰法拉利 但他这辈子只爱GTR 再来看旗阶这边 他已经明白梁界说的7秒是什么意思了 上坡跟对手拼马力的话 肯定会导致轮胎耗损严重 所以说前半段的重点在于控制轮胎 这是梁界在看到旗阶 油门控制进步之后所给出的方案 除了将时差控制在7秒左右之外 旗阶还必须控制油门保住轮胎 然而星野一眼就看穿了这个方案 他是觉得年纪轻轻不用这样精明 像他年轻的时候直观往前冲 也正因此才有了今天的地位 讲到这里有没有发现 其实旗阶和星野开车性格还蛮像的 但旗阶现在是严格按照良界的要求 他正在忍耐自己的焦虑 因为旗阶现在已经看不到GTR了 这是他以前从来没有体验过的 他必须忍住想追的冲动 同时集中注意力控制好轮胎的负担 过弯时既要让车体保持相同的距离 又要遵循慢路快速的基本原则 能做到这些主要归功于 旗阶那惊人的吸收力 油门控制训练是从旗域线比赛才开始的 剧情在这里也明确表达出了 旗阶作为车手有其非凡之处 接着星野首先来到了折翻点 旗阶与他交会时眼神没有丝毫迟疑 两车在折翻点的时差为6秒 随后旗阶开始全速下山 托海这时又说 平常在练习的时候 他和旗阶上下都要跑 旗阶相当于是上下练了两次 但托海只练了下坡 因为86上坡根本不是FD的对手 他还说旗阶下坡实力没比自己差多少 这里如果硬要比的话 两阶的评价是 上坡赛和下坡赛的技术其实没有差很多 如果完美是100分 那旗阶可以跑98分 剩下的2分只有托海这类的车手才行 回到比赛旗阶一路猛追 而星野这时就要赶进炮了 他开始专注到差点没有自言自语 毕竟如果这局星野被追上 那就间接证明旗阶下坡有优势 而第二局会变成旗阶先行 这样的话星野就会处于劣势 因此星野开始从路沿上超劲道 当然旗阶也是一样的 说明下这里不是排水曲过弯 它是属于单纯的超劲道 接着在一个弯道过后 旗阶终于看到GT-R34了 然而星野对此并不诧异 他仿佛早已掉到一般的继续加速 星野这时是越比越开心 但是GT-R下坡的老问题还是出现了 轮胎稍微有点转向不足 所以第一局的最后还是被旗阶追上了 这里一定要补充一下漫画的一个细节 星野所开的GT-R34 基本是没有改装只有调校 而相比之下改装后的FD在下坡时有绝佳优势 旗阶是在最后一个弯道才算追上的 由此可以证明星野的技术比旗阶强 不然在下坡中盘时旗阶就可以追上 这里也呼应了为什么说星野放水 混合赛是他自己提出来的 紧接着第二局开始 那么星野没有机会了吗 不是的这里有个小破绽 首先上坡时星野开始施加压力 他无限逼近前面的FD 这仿佛在说旗阶你这样开FD会流泪的 而旗阶现在的策略就是 保持领先到折翻点 因为下坡他是有优势的 接着在一个出弯后的直线路段 星野突然变道冲刺 不过他并不是要超车 而是计算并排所需要的时间 没多久两车冲向了折翻点 这也是本剧的高潮之一 只见星野再次变道冲刺 他在折翻点之前与旗阶并排 并且比旗阶早一点点冲过折翻点开始掉头 当下旗阶立马做出反应 他不但完美避开了GTR34 同时也把时间的损失减到最少 注意这里是星野先抢到路线权 他也是新任旗阶的技术才敢这样 现在两届只能期待旗阶的瞬间爆发力了 比赛越是凶悍越能出现转机 比到这里星野已经不自言自语了 他直接开始飘移 而旗阶看到之后也跟着一起飘移 下坡赛瞬间变成了飘移对决 说明下星野的飘移是有道理的 因为轮胎抓地力下降很容易转向不足 因此他才利用飘移来制造 前轮的逆向回正力道控制方向 顺便还可以利用车身挡住超车路线 至于旗阶的飘移 比飘移FR车型怎么可以输 另外星野是没有想到 旗阶会用飘移对飘移 这两个相似的车手互相激起而斗志 没多久GTR的轮胎先撑不住了 车子会不自觉地往外走 随后旗阶抓了一个机会外到超车 此时GTR因为控制不住碰到了FD 好在旗阶碰了一下忽然之后又控制住了 回到终点时旗阶高举全都示意获胜 这是因为他已经拉开差距但不多 所以他下车才问需不需要再比一局 而星野则非常大方地承认自己输了 格局和度量确实让人钦佩 当然旗阶也没觉得自己真的赢了 之后我们来看拓海和成岛的比赛 这场比赛一共跑了8局 前6局属于成岛布局 第7局是意料之外 第8局则是更加意外 老样子比赛前先了解三个细节 一 成岛是一个理性的完美主义追求者 二 他开车时习惯左手一直放在胆位杆上 他只用右手控制方向盘过弯 这是一种介于飘移和抓地间的跑法 成岛探索这个理论已经超过20年了 星夜将其称为最理想的飘移 成岛也因此被叫做神之手方向盘的魔术师 想到这里大家应该会想起交代死亡赛 成岛的技术是在纳枝上的极致延伸 利用有限的转向加油门控制过弯 保持在飘移不飘的中线之间 是非常高级的技巧 至于他为什么一天要单手控制 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他自己的星辰世界 三 成岛开的S2000 是纵视中置引擎后轮驱动 F20C引擎加上VTEC系统 对拖海来说是个极大的威胁 另外这辆车做到了前后50对50的理想配重 它的操控性能绝佳 虽然这辆场逢车很挑车手 但对成岛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了解完这些之后我们进入比赛剧情 赛前成岛和拖海自我介绍 对话中传达了一个信息 那就是成岛并不认识文泰 第一局成岛选择后追 而良界给拖海的建议是 这是目前为止最厉害的对手没有弱点 你要做的就是忍耐 首先要保证自己不要输 这个对手就是幽灵 好的时候不要看对手主要看路线 随后比赛争执开始 前六局合在一起讲是这样的 第一局成岛后追主要是为了观察 但其实他在后面的三局先行局里 只要发挥车子的性能 加上跑出最佳路线 是完全可以甩开拖海获胜的 然而成岛并没有这样做 他的计划是掌控全局从后面超车 只有这样做才称得上是完美获胜 同时也算是给拖海多长一些经验 但这对拖海来说压力非常大 他先行时可以感觉到对手很快 而后追的时候还发现 成岛每次跑的路线都不一样 拖海不懂为什么路线不一样却能一样快 或许是对于父亲这一辈车手的恐惧 拖海这时忘记了两界的建议 毕竟那个建议跟谜语没有差别 之前说过拖海有快速学习对手的能力 但现在这个能力反而会害了他 一旦他开始质疑自己的路线 并尝试成岛的路线之后 就会被对方带走的节奏 动画这里诠释了一个细节很到位 在同一个弯道处 成岛两局刹车路完点是不一样的 但出弯加速点竟然能重合在一起 由于记录线的能力太好 拖海这时完全搞不懂怎么回事 说明一下如果跟成岛用一样的路线 但跑法本身不一样的话 轮胎的磨损会比成岛更快 只不过86比S2000要轻 所以整个过程也延缓了一下 跑完第六局时两界叫我暂停加油 暂停的另一个目的是告诉拖海 他六局下来的成绩都非常不稳定 每局的区间平均速度都不一样 反之成岛却整齐得吓人 两界说对方的目的就是捞乱路线 不要被迷惑坚持自己的路线 还有就是可以利用路源过弯了 这算是变种的排水渠过弯 其实这里之前还有一段文太的剧情 不过被动画给延后了 当时又一再试文太的GC8 在秋名湖畔时文太有说 拖海靠着86和秋名山练出一身本事 而接下来的重点就是要拓展驾驶技术了 他不希望拖海成为特定环境的专家 而是要成为在各种环境都能发挥的车手 路线选择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技能 地图上的最佳路线或许只有一条 但实际情况并不一定 像缠斗对决的重点就是在保证自己路线的同时 又能打乱对手的路线 文太是觉得拖海现在已经有点改变 这段话其实也解释了这场比赛的情况 接着第七局比赛开始 成岛的计划是在这一局结束比赛 一个是因为再拖下去身体可能受不了 另一个是对86的影响已经完成了 而且成岛其实还藏了一手 他到目前为止都没有使出全力 也就是说前面六局跑的都不是最佳路线 拖海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也是非常震惊 注意86这时的轮胎有点不行了 成岛计划的反超地点是在连续S弯的第八和第九个弯 只见成岛拖海切入左弯内线 他利用速度和重心转移 跨过排水徐超而进道 并利用树根下的地面又重回赛道 此时成岛是右弯外道并行 他在下一个左弯又是内道 同时86因为抓地力不足往外飘 就这样成岛成功反超 到这里所有的剧本都跟他计划的一样 成岛内心还对拖海赞誉有加 不过梁介泽认为 拖海现在反而是挣脱了束缚 首先S2000的轮胎不会比86好太多 其次成岛一直保持着自己的节奏 如果拖海能打破成岛单手操控的世界 那个时候就会出现反超的希望 再来看拖海这边 他开始利用路远跑法追车 这招和排水徐过弯不一样的是 对车子的伤害会大一点 成岛在看出这个跑法之后有点震惊 他的车底盘地没有办法这样跑 随后拖海突然关灯 这下真正的幽灵出现了 而当拖海再次开灯时 他已经从内线切入 成岛这时震惊到双手握住方向盘 拖海这一次是利用了关灯和路远的双重攻势 不过成岛也是很快就恢复冷静 接着画面首次给到了引擎的细节 第七局比赛依然还是平局 最后一局则是有点戏剧化 第八局是成岛先行 他打算直接甩开86 因此成岛准备跑出最佳路线 这里要注意成岛所说的最佳路线 并不是固定的某一条路线 而是最能发挥当下轮胎效率的路线 简单理解就是 任何弯道都能用进轮胎抓地力的最短路线 拖海这时有被震惊到 其实拖海和成岛的差距还有一个 那就是对路线的熟悉程度 这也是公路最速理论的基础之一 没多久拖海就被拉开了差距 召集的他继续使用路线跑法 不过在第二次使用的时候 86的又悬吊系统受损 这下完蛋的追不上了 已经快到终点了 难得成岛这时却突然感到身体不适 他随后就开始了掐嘎里头 因此这场比赛就变成拖海获胜 结束后星野神吐槽成岛 都快到终点了 你好歹一边吐一边开呀 成岛表示这样他没面子了 另一边拖海也不觉得自己赢了 但梁界有安慰他 至少你见识到了不少东西 最后我们进入剧情收尾 起届的即时赛没有破纪录 因为星野当时用的是 暴改的GTR32跑的 那辆车都可以参加职业赛了 光是改车费就超过了1000万日元 至于拖海成岛有说 如果86没有坏 那拖海有可能会破纪录 接着星野想推荐起届进入职业赛 不过起届觉得自己还不够资格 而梁界带着拖海去找成岛 他希望成岛可以带上拖海跑一圈 借此让拖海学习到更多的技术 成岛也是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所以说这两位前辈真的非常好 之后第四季的结局稍微改了下 动画里是86修好了 然后拖海一边开一边回顾整季比赛 但这样会跟第五季有点接不上 实际情况是86是修车加改装 所以时间会比较久一点 到此第四季的剧情结束 我是玄树 我们下期再见